你好,欢迎来到每日一书,本期要分享的书是不被父母控制的人生,副标题是如何建立边界感,重获情感独立。 作者是心理学博士,资深临床心理学家林塞吉布森。 30年来专门研究和解决情感不成熟的父母给成人孩子带来的问题,为拥有不成熟父母的成年人提供心理治疗,对不成熟父母的破坏性本质和长远影响有深刻洞察。 吉布森博士30年来一直在研究情感不成熟的父母对成人孩子的影响,本书是他撰写的一部实用指南,提供了真实的案例,有效的练习以及积极的提示和建议, 不成熟的人,保护自己不被别人的情绪控制,在人际关系中建立适当的边界感。 本书将帮助你找到按自己的方式生活的自由,真正走出原生家庭的影响,拥有一个自己说了算的人生。 来看第一部分,如何应对不成熟的父母。 不成熟的父母对关注的要求伴随着对亲密的提防,造成了一种忽近忽远的关系,让你孤单寂寞,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。 你关心他们,但你无法接近他们,也无法与他们建立真实的关系。 情感不成熟的父母让人垂头丧气,心灰意冷。 我们很难去爱这样的父母,他们在情感上遥不可及,期待他人以礼相待,得到特殊的照顾,同时又试图控制你,忽视你。 在不成熟的父母身边长大会产生孤独感。 尽管你的父母人在身边,但你觉得自己在情感上是孤身一人的。 不成熟的父母过度关注自我,缺乏同理心,因此与他们的互动像是单方面的,好像他们成了自我关注的囚徒。 当你尝试与他们分享一些对你重要的事情时,就像在对牛弹琴,他们会改变话题,转而讨论自己,或者忽略你所说的话。 所以,我们首先我们要分清楚不成熟的父母的类型,这个很重要。 第一种,情绪型。 情绪忽高忽低,突然之间阴晴圆缺就变得不一样。 如果你觉得父母的情绪很难掌控,那可能属于情绪型。 第二种,驱动型。 就是它跟你的所有互动,只以目标为导向。 孩子高兴不高兴,或者孩子生活得有进没进,不重要。 重要的是你承诺考第几名,你每天学习几个小时,它只是通过目标来衡量。 第三种,被动型。 被动型父母的特点是,他们不会主动跟你进行情感的交流,你跟他进行情感的交流,他回避,不说,在家里,好像永远不谈感情,不谈感受。 谈感情,谈感受在这个家里,是一件很危险的事。 如果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,家里人是不会谈感受的。 第四种,拒绝型。 他做所有的事都是以自己为核心。 其他人做的所有东西,只要跟他没关系,通通拒绝,只要影响到他的边界,通通反对。 在拒绝型家长的家里生活,你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感觉。 做任何事情都会有特别重的思想负担,就是我爸有可能会不同意。 你做什么事,他都不配合,他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,你得按照我的想法来,否则没得谈。 那遇到这四种父母,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 一,保持主动的心态。 首先我们要拥有主动的心态能让你为自己考虑,而不是默许他人的行为。 通过质疑他们是做理所应当的假设,你能主动地保护自己的边界与独立。 你也不会再认为维护他们的自尊或情绪稳定是你的责任了。 一旦你对不成熟的关系系统所带来的压力保持敏感,不成熟的人的情感控制就会变得更加明显,容易应对。 一旦你看清了他们的所作所为,他们的强迫行为就失去了强制的效力。 这样一来,你就能站在自己这边,不再做他们的受害者了。 二,发现歪曲的假设。 不成熟的父母想控制孩子,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的事永远是最重要,最紧急的。 而你要意识到那是假的,那个是没那么重要,没有那么紧急,你有你的生活。 然后学会用批判性的思维来看待这一切。 那什么是在跟父母互动时的批判性思维呢? 比如,当他用情感来威胁你的时候,学会问自己,事实到底是什么? 第二个,在这件事情里,有哪些是能被证实的事实? 那些事是真的吗? 听谁说的? 然后,这场危机有多严重? 是紧急情况吗? 是谁的紧急情况? 他们的要求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吗? 当他们平静下来时,能自己解决问题吗? 这是你的责任吗? 好了,把这一系列的问题问完,首先你自己能够学会冷静,然后学会说不,学会说拒绝,因为你已经长大了,已经离开这个家了,你得学会过自己的生活。 这里的难点是什么呢? 我们对自己的父母说不,是会有内疚感的。 你害怕他们会生气,你害怕他们会对你进行批判和惩罚。 请注意这里连续用的,都是你害怕,这代表着你其实还没有长大。 在你还没有长大的时候,你会很恐慌,你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反应。 为了不受伤,我们的办法是什么呢? 大部分人不受伤的办法是切断自我的情感连接。 就是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没有感觉,让自己变得麻木。 你怎么吼我,怎么骂我,怎么威胁我,没关系,但是前提是我自己有这样的感受也没关系。 三,与父母互动设置边界。 这里边有个设置边界的技巧。 第一个技巧是慢下来。 想要控制你的父母,他一定是急火火的,你必须,你赶紧,你抓紧去。 好像这个事非常紧急一样。 这时候如果你自己的情绪能慢下来,说,这个事我需要考虑一下。 你给我点时间,让我考虑一下。 这是非常有效的一招。 第二,弄清楚你想要的结果。 你首先得想清楚,你想要的结果是什么,你希望自己过上一种什么样的生活,然后朝着那个方向去努力。 我们的痛苦往往就在于,你虽然不想听爸妈的话,但是你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,所以浑浑噩噩地说,那好吧,就这样吧,就听他的。 然后,到了三四十岁,你突然想明白了,但是已经来不及了,沉默成本太高了。 然后不要太在意那些不成熟的行为。 比如,爸爸发飙了,在你面前摔了一个碗。 假如你没能跳出你爸爸的阴影,你一定是一机灵,然后整个身体紧张起来,你再想要不要我也摔一个,或者我认了,我服了。 这都叫做你很在意那些不成熟的行为。 但假如你看到爸爸摔了一个碗以后,停了一下,悄悄地把碗扫一扫,拿走,然后转头跟你爸爸接着说话。 这就是慢慢地学会不要太在意那些不成熟的行为。 怎么做到不在意那些不成熟的行为呢? 第一就是要放弃拯救者的角色。 比如,父母吵架,需要你去调解。 当你把别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,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感到自己是可爱的,有价值的。 最终,你对他们生活的关注,会比对自己生活的关注更多。 第二,我们要学会圆滑一点,避其锋芒。 圆滑是一门艺术,即避开不成熟的人强迫你做他们想要你做的事情。 当不成熟的人陷入胁迫模式中时,回避他们比直接拒绝更有效。 当不成熟的人试图控制你时,他们会给你施加压力、唠叨,与你争论。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试探你的反应,这样他们就能与你对抗了。 但是,你可以不陷入这种挣扎,你可以停下来,给自己一个自我觉察的时刻,为自己赋能。 然后简单地说一句我不确定,或者我现在真的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 你要学会认同父母的感受,说爸妈,我知道你们很关心我,我知道你们很生气。 你并没有认同他让你做的事,但是你认同了他的感受,这个是没错的。 第三,为自己创造空间。 你的能力不够,实在主导不了他,你最起码把自己保护好。 书里提到一个方法是幻想。 你回到家,你妈妈突然劈头盖脸骂了你一顿。 幻想是什么呢? 你在脑海当中,感觉他表扬了你一次,你把你妈妈的话改了,这其实是一种蛮有效的自我保护。 你还可以表扬他。 他骂你,你主动赞扬他。 或者实在受不了了,出去转转,我跑不去了,我走路,我散步。 这都是给自己营造一个空间,这也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方法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学习自我成长的技能。 一个人的内在体验是很重要的。 要想感受到内在体验的美好,我们每个人也会有非常丰富的内在世界。 作者说,不成熟的人会害怕别人的内在体验。 在一个不成熟的人面前,他希望你越透明越好,你的喜怒哀乐最好都写在脸上。 你最好没有什么思想,按照他的想法,学习,考试,不打游戏,高考考上了。 至于你以后,幸福不幸福,他想不了那么多。 他只希望你考上大学就行了,这就是一个不成熟的人的期待。 怎么去找到你的内在体验呢? 一、内在自我。 内在自我就是你的内在见证者,什么叫内在见证者呢? 心理学说,我是什么? 我是我的观察者。 你整天说我,什么是我? 我是我的观察者,你得有一个能够跳出来观察自己的那个人,这个才是我。 所以这个就是你的内部见证者。 那有这个内部见证者的好处是什么呢? 他可以带你发现需要警惕的情绪。 然后你要有直觉,有时候人的很多判断来自直觉。 有很多心理学的书都能够帮我们证明直觉的存在,但你不要把它夸大到神通。 到了神通那个层面,可能就是过度地夸张了。 但是,一个人做一件事做得时间很长,的确会产生直觉。 然后是顿悟,就像牛顿被苹果砸到头以后,他会突然之间受启发,说是不是有引力存在。 顿悟甚至能够指引我们生存。 所以,你内在的感觉越丰富,你在这个世界上对自己的保护可能越充分,因为你是敏感的。 要唤醒你的内在自我,让你活得有觉知,这一点对于我们这些幸存者,从一个家庭中走出来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。 2.唤醒内在自我 唤醒内在自我的具体方法是留意内在身体的感觉。 我们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得越来越麻木,我们忽略自己身体的感受,这是很危险的。 它会让你的身体长期处在压力之下,而你没有感受到。 等你出现长期的背痛,长期的头痛,长期的脊柱弯曲时,那已经是压力很大的状况了。 所以,要学会留意内在的身体感觉。 然后,弄清楚这个感受的意义。 感受是要提醒你什么? 我们的身体不会平白有一个感受,它一定会提醒你一些东西。 不要评判和批评自己。 如果你能够对自己稍微好一点,这样你的进步才会变得越来越快,这是乐观者的好处。 所以,悲观者永远正确,乐观者总是在进步,这就是区别。 然后,明确自己的需求,畅想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归属。 没事干的时候,你想想你的人生到底希望怎么样,你希望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,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跟身边的人分享。 有效的培养方式包括正念、冥想、写日记。 有写日记的习惯是很好的,记录一下这一天的感受,然后打坐,保持正念。 三,扫除思想垃圾。 什么是思想垃圾? 你的父母如果不成熟的话,在跟你互动的前半生里,他们会往你脑子里装很多思想垃圾。 比如说你必须怎么样,你应该怎么样这种想法。 它不跟你强调乐趣,不跟你强调快乐,人际关系,所以这种叫做强迫性的情绪,你需要把它分开,剥离掉。 然后是情感控制,如果你被别人进行过度的情感控制,会导致抑郁、焦虑、还有担心。 作者教给我们一个方法,就是我们要学会自我对话。 作者介绍了三种情境,以后遇到这些被别人情感控制的情境时,你要学会帮助自己。 当你因为做得不够多而受到责备的时候,你要告诉自己。 我没做错任何事,我能倾听,但我不会接受内疚。 我不是坏人,这事不全是我的责任。 他感到失望,不是我的错,他的期望实在是太离谱了。 即使他觉得一切都不会再好起来,这件事也会过去。 他想要的超出了我能给予的限度,我永远也做不到那样,也不想那样做。 他想要我做的事,只会让我感到压力和疲惫。 当某人情绪失控的时候,你可以对自己说。 他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,这不是我的错。 他很不高兴,但我还是好的,地球依然在旋转。 他表现出一副一份填膺的样子,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对的。 有人感到难过并不意味着我要让他们来支配我。 他说的话,太夸张了。 他想让我相信这件事是世界末日,但他其实并不是。 当有人试图控制你,控制你的思想时,你要提醒自己。 我的需求与他的一样合理,同等重要。 作为成年人,我们是平等的。 我的生命不属于他,我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。 应该由我来选择忠诚于谁,他没有权利要求我完全忠诚于他。 我的价值不在于他对我的感觉如何。 这只是他的观点,他不能控制我。 这三种情境中遇到的不成熟的人,未必是父母。 不成熟的人可以是任何一种人,比如说班主任、配偶、单位里的领导,都有可能出现这种不成熟的人。 四,建立健康的自我概念。 如果你的父母不成熟,你的自我概念也不会健康,因为他会说你不行,你不对。 我们的童年互动塑造了我们的自我概念,你长大了以后需要意识到,自己是一个有尊严的成年人,相信自己不是冒牌货。 有一个词叫冒牌货效应。 比如说,一个人已经是一名教授了,但是他内心常常会有一种感觉,说我是那个幸运的冒牌货,只是因为别人没发现我的水平不高,给了我一个教授的头衔。 你获得了应有的社会地位,获得了尊重,你可以坦然地接受它,不要觉得自己是伪装的。 这种伪装的感觉来自于小时候被长期地打击,长期地贬低。 要确立自身的价值。 什么是自身的价值呢? 我到底是谁?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 现在,你要坚定地知道我此刻是谁,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,我的价值观是什么,我的人生哲学是什么,我的个性是什么,我的目标是什么,这些东西构成了我是谁的种种要素。 然后你要跳出戏剧三角。 古希腊最原始的悲剧或喜剧,基本都有一个冲突的戏剧三角。 三个人,一个是侵犯者,一个是受害者,一个是拯救者。 有人不自觉地扮演英雄的角色,有人就扮演小可怜的角色,有人就扮演大坏蛋的角色,而这三个角色是相互定义的。 如果你简单地把你们家的关系,定义成了这三种人之间的关系,那么矛盾永远不可调和,它会一直持续下去。 所以,更加健康的自我概念就是了解自己,发现自己很好,也很愿意努力。 好了,这本《不被父母控制的人生》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 参观